回到新闻现场 这节的推播要带您关心政坛消息 先前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引用了三只小猪的故事 比喻除了绿营之外的人 都应该要团结起来 被外界解读 是在呼吁侯友宜柯文哲可以合作 但是隔没几天 他有一阵猛批 那再也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呢 对此资深媒体人李燕秋就开轰了 他说这个三只小猪中 一个是毫无攻击力 完全没有铁汉的霸气 一个是只会嘴炮 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 还有一个是只想做老大 但是却炮口对外 专打同阵营的人 哈通明原先有六成 想要下架民进党的选民 现在只剩下四成了 就是因为这三只在野党的小猪 完全忘了人民 为什么想要下架民进党 那他们的举动 不仅是消耗了民众下架民进党的信念 也消磨了选民对于换党的期待 那他说啊 不论是小猪还是和尚 反正只要有三个 就是很烦很讨厌 甚至他还预言赖清德的支持度 再这样下去 很快就会冲破50%的天花板 那至于呢 苗栗前县长徐耀常退出国民党 现任苗栗县长中东景 也点出了问题 他说当初苗栗县的财政艰困 国民党没有出手帮忙 反倒是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给予财政协助才有改善 那回到这次选举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三只小猪内乱 也是让赖清德的声势水涨船高的 那如果赖清德之后真的当选了 副手要找谁呢 也是外界热议的话题 那先前他出国访问过境美国的时候 和驻美代表肖美琴的互动就备受关注了 甚至被赞美 如果肖美琴来当副手 不但能向国际社会强化赖清德 会延续小鹰路线的讯息 那再加上肖美琴过去也公开支持 像是人权啊 或是婚姻平权等等议题 也是能来补足赖清德 这个绿营同温层外 支持度扩散不足的问题 但是啊 党内人士就透露 如果说赖清德这只大野狼 想要跟肖美琴搭档成赖消配的话呢 其实这个还有几道关卡 那像是肖美琴对外交工作 真的抱有极大的热忱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反国投入纷扰的政局 可能就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了 再加上私人的家庭因素考量 才会让他至今其实都还没有点头哦 那再来带您看到 这次选战的第二大战场金门 适逢823炮战周年 明天就要到了 侯友宜今天下午已经前往了金门 已经抵达了 预计会在北山古洋楼 举办金门的政策记者会 然后到和平纪念园区 敲响这个和平中 那郭台铭其实也在今天 也抵达当地了 将会举办主流民意大联盟奏势 那两人更有可能在明天的 公祭国军阵亡将士祭典上同框 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那更传出啊 总统蔡英文也将出席明天的追思活动 因此金门就成为了政治的角力战场 那既然是角力战场 各政党提出的政见就非常重要了 首先我们带您来看到 侯友宜将金门定位成两岸金贸的枢纽 他喊出将发展新三通 包括推动两岸的通气 通电通桥 成为金贸示范区 还要打造金门的医疗专区 那赖清德的部分呢 他则是喊出要提升金门的医疗交通以及绿能建设 把金门打造成世界进出台湾的前门 那至于柯文哲的部分呢 则是跟侯友宜的路线相比下来比较像一点 他说他要兴建金下大桥 还有解决水电垃圾问题 还要盖超大型的医院 让厦门人可以到金门来就医 因此他想要打造金门成为两岸关系的和平试验区 他还说两岸和平是优先于总统胜选的 蓝绿白三党的金门政见 您怎么看呢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